考得好不好要第一 下來的女生 漂亮不漂亮要第一 這個我很好 這樣才不會叫傳播叫到傳說 每個人的這個速度 對 要求都不一樣 不是啦 不是 是哪一個速度 同學來了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汽車保修指南 這個在我們後台很多人問我們 我用車要去哪裡 來 我告訴大家 服務好的 技術好的 品質好的 專業度我可以認可 我才敢分享 我才敢推薦 就像我們在賣東西一樣 我在把洗車商品賣給你 我在把油漆類的東西賣給大家的時候 一定是好我用過 我很喜歡分享給大家 我介紹的店家沒有被打強過 我介紹的商品也沒有被打強過 今天就要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剛好自己的車子要用 所以今天剛好就用這種方式分享給大家 但是呢 如果你用車子 保養車子 維修車子 你是把價錢放第一的 你現在可以離開了 我個人不愛什麼都是問說 你是不是最便宜 我不是這樣子 我要的是一個專業度 做什麼行業都是樹葉有專攻 所以我在意的點 如果你跟我一樣 那這一集你可以看完 我們做車子 我們用車子 我們在維修車子 我們在換東西 第一個一定找我們自己熟悉 我們信任的店家 就像你可能有地緣性的關係 你可能在你家的入口保餐廠 維修車子 久了也會有一個信任度 所以我要在這邊講說 我沒有去到的店家不代表他不好 也許未來我會慢慢往北走 也許我會往南走 這個也不是業配 因為這是我們剛好 我們自己的車子要做 那也剛好很多人 有想問這個問題 那我未來慢慢 如果大家覺得 它一樣的方式很不錯 那我慢慢 未來我有想要 我就用什麼東西了 我就把它做成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走吧 GO 學哥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有告訴我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魔咒 我去年還保乙飾 今年變比試 很多報告 對 明明沒辦法 自己用了自己只能狗無塞 就像以前我客人這樣子 如果說它是有保險的 保險就丟了原廠就好了 如果是自費的 因為客人真的是像我一樣保比試 或者只保強制跟意外 我就會丟來這一間 我在介紹店家 跟我喜歡去的店家 告訴你絕對品質保證 但是你不要問我說價錢多少錢 我自己在用車 自己在用我的小老婆 我不是把價錢放第一 大家認識我都知道 品質要第一 技術要第一 好的好不好要第一 下來的女生 漂亮不漂亮要第一 這個很好 今天來髒化秀水這一間 叫做銅板烤肉 銅板烤肉 銅穿板烤 他們在秀水啦 所以以前我客人如果要板烤 我都送來這裡 客人都會問什麼你知道嗎 烤起來會不會有色查 他們不會 這個東西 白色的看起來很簡單啦 烤漆調色最難 精油用的好壞差很多 色料怎麼調最重要 他們做這就很厲害 來來來老王你來 都我在那邊 大家好大家好 你看為什麼我們要找老王 第一個你看他憨憨的 好怪啊 他不會給我憨啊 我怕來我給他告告 我不要可不可以找 我可以啊 但你不會怎樣 你看他 我等下鐵門就放下來了 你看為什麼我們找他 我們信任他 因為我們以前曾經在烤漆就碰過了 車子送去烤對不對 那個強力水槍超不掉輕 也有客人去外面烤 為了便宜 來我告訴你 兩塊門色差就出現了 眼睛騙不咬人啦 我們這邊的客人 眼睛都不知道裝了什麼 超強的 看起來真的好準 但是我必須說 紅川他們的價位 確實比很多坊間的 單烤廠價錢來得貴 但是呢 我們行內人也不會回原廠 你知道是什麼嗎 因為他還是比原廠便宜 那你說原廠技術好不好呢 不一定嘛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我安心 技術這種東西都是人做的 每個人的技術一定有一點落差 當然原廠有原廠的SOP 這邊也有我們自己的SOP 老王 我今天這應該是好幾塊吧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 車門 牛腿 車群 然後還有這一支 鋼琴烤漆 對對對 這幾數可能需要烤漆這樣子 消費者還會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幫大家問 我這個烤漆烤門板 你們會拆烤還是不拆烤 拆 但是我們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那種 把整片門拆下來 我們是拆你車上的配件 塑料件啊 對對對 內板啊 像車門來講的話就是 髮手嘛 對 水切嘛 是這一類 然後像你的後葉的話 特群啊 尾針啊 如果你上面有四條 上面四條也會拆 所以只是拆你們的配件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啊 你看我也會考的啊 是啊 我也會講好不好 我不可以教你喔 可以喔 一次版考試 可以可以 新計畫 新計畫 不要自己的車還是不要亂搞好了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啦 他們在考七 我很放心的車子丟給他們 像我這個考這樣子 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抓一個禮拜給我 車門撞的比較大片 這我知道啊 為什麼我不回原廠還有一個原因啊 以我這個門已經算比較嚴重 已經有嗷嗷嗷嗦了 這個回原廠就直接換掉了 我們坐車的 我們也是這樣啊 能板的 我們盡量 對 那什麼東西來你們這邊 考七或板考 會拆下來 拆板件的 保桿類的啊 像你這個特群就一定拆啊 OK 那我車就留在這邊給你們用了 OK 沒有你 可以信任啦 他們這邊還有做什麼 你們也會需要的 塑料板件 烤成銅車色的 還有像烤黑花啊 這個我也烤的啊 鋼琴烤漆 銅車色烤漆 在這邊做很厲害 我跟你講 塑料件很難上那個 其實很難咬在上面 因為它上面是顆粒狀 顆粒狀你如果直接噴的話 它上面會有一個顆粒的質感 你的顏色質感 都不像真正烤漆 第二就是咬不住 他們這邊做很多這種銅車色 再來做很多這個 這個只能拉啦 所以銅車他們也做很多這樣子 大狀啦 要上手術台的啦 他們有這樣子的技術啦 所以如果你有烤漆板烤的需求 想要自費的 或是保險的也可以啦 可以來彰化秀水箱 銅車版烤 盛新路 我今天帶給你們 就是我自己用車 我會來的地方 我可以信任的啦 那老王會信任的啊 沒有問題 烤烤的嘛對不對 政治標記好嗎 但是我再強調一次 他們不是最便宜 但是呢 他們也不會比原廠貴 但是他們技術我敢講 你敢講嗎 我敢講 啊你敢講嗎 當然啊必須的 你來把我繞開你就知道 好啊 開始 人要保養 車要維護 他們先推薦 Wenway的汽油添加器 跟柴油添加器 定時添加 想到再加也可以啦 清潔機碳 輕輕油底槽 輕輕噴油嘴 可以讓你的車子 開得更省油 更順暢 你車子快要沒有油的時候 你再加一罐汽油添加器 或者是柴油添加器 記得去版油加滿 效能最好 購買請客 自由人光軟 憲政加入自由人 立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理 喜歡嗎 下方有連結 換輪胎是開車 或者是騎騎車 一定會換到的一個消耗品 我今天來的是台中中科這裡 廣民輪胎 馬牌的啦 為什麼我來這裡 因為繼上次 我那個BMW換了馬牌 PC7以後 我真的很滿意 所以我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而且我告訴你有夠衰的 我大概跑大概兩千多公里 去過一些是撒破 然後我自己都還有帶這個 我不是說我告訴大家 車上準備什麼 電霸嘛 可以救電對不對 可以自己打氣 沒辦法 就有北斗兵 打不起來 所以只好打0800 然後打0800 請人家來用輪胎就換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笑了 出現一個烏龍 我來跟凱哥 偶爾都會來找他們 不過我跟他說 換輪胎 沒辦法說撒破了 他說 他們馬牌有那個 倒損服務 因為他們這一間是 反正就是優質店家啦 那只要他們是掛 Best Driver的有沒有 你在這邊換輪胎對不對 換完了以後 你記得要下載他那個APP 登錄他的APP 輪胎都有那個序號 在一年內 你如果像我這樣子有沒有 倒損了 以我那個18吋的 補助2000塊 差一半嘛 啊當然如果你需要定位 或者是工資就令計 那個就沒有多少錢了啦 所以我真的是 所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你要換馬牌 建議要找Best Driver的店家 所以我介紹的店家 你放心啦 那為什麼我這次 這台也要換PCC呢 我用了我真的很滿意 後來也換過F1SS 我也很滿意 可是呢 它讓我是覺得 魔耗指數真的蠻低的 你看我現在這一組輪框 2021年第三十週啊 你在幹嘛啦 哈哈哈哈 我大顆刀 小顆刀 你在那邊拍我屁股 我印象中我是2022年底換的 所以你看一年多 以前可能比較有喜歡開賽車 不不不不開賽車 開三路啦 所以我覺得 故特一我用下 我覺得它的乾地 抓地性不錯 台幣也很適中 那我後來那台BNW 我要換輪胎的時候 就有人推薦說 新的全新第七代馬牌 還不錯 可是我就跟你講 可是它之前六代的 台幣太軟啦 會折胎啊 如果我又喜歡 奧山路的 就不適合我啊 他說期待不會 再來呢 真的馬牌輪胎比較舒服 寧靜度很好 然後它期待 台幣有變比較紮實 如果說你真的 還是想要跑三路的 建議可以往上 SC7 高性能胎 像今天這台 TAP-R TAP-R是什麼車 性能超 那要換什麼胎 一定要換性能胎 沒有錯嘛 如果你是這樣取向的 但是呢 你換了高性能胎 會降低什麼 某號 沒有錯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不能接受 就換PC7 那當然馬牌 它圈圈地基大 還有什麼 你知道嗎 往下還有叫CC7的 COMFOR 耐磨指數 聽說超過400 但是呢 它只供應在15吋以下 小輪胎啦 所以往上就不行 再來還有一個叫UC7 排水性很好 舒適性也不錯的一顆輪胎 就看你的用車需求 如果你都是住北部 常下雨 UC7滿適合你的啊 SC7跟PC7中間 有多了一顆 全新花紋的輪胎 它算是一條很均衡的輪胎啦 但是那一顆我沒換過啦 偶爾是說有朋友有換過的 你也可以下方分享給大家 我今天就分享我自己 親身使用PC7 它很適合我現在喜歡舒適 安靜 抓地性也不錯 而且濕地更好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消費者 大家換輪胎又會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想要有沒有 性價比高一點的輪胎 就是價位能不能親民點 魔號指數不要這麼的低 大家是不是想知道這個 好來 我們請邰哥來介紹一下 邰哥 剛剛有聽到我在搜索嗎 沒有 那消費者多半來你們就有換輪胎 應該知道吧 大家的需求是什麼 通常都是耐磨吧 性價比要高 簡單說就是 小股東 耐磨指數如果很均衡 不要說很高啦 很高是它台幣硬啊 台幣硬換來是什麼 排水性不好啊 抓地性不好啊 有一好沒兩好對不對 便宜沒好貨 我講完了 OK 謝謝大家 修旅車我們就幫大家問修旅車價最多 修旅車如果以雙V車系的話 裝馬牌米其林居多 然後修旅車的話就PS4SUV 馬牌的話呢 UC6SUV UC6就是我剛才講的舒適很好啦 年輕度也很好啦 然後還有鑽石切刀腳 排水性很強 再來就是韓太把 那個Hankook 為什麼你會推薦Hankook 很難得耶 以往的Hankook在台灣是沒有代理商的 但是從今年開始 它總帶你進來的 在你買東西的話會比較有保障 它大部分的輪胎都在韓國生產 CP值真的很高 超級大的東西出現啦 以前我們在坐車啊 客人開歐洲車的 奇怪啊 我的車是德國車呢 怎麼配Hankook 它有得到原廠認證啊 有得啊 對啊 知道現在原廠認證有幾個品牌嗎 馬牌 米其林 貝奈利 普利斯通 固特益 加Hankook 好強喔 還沒有講到的可以下方留言 然後再來Hankook的領域最強的是EV胎 電動車 對啊 它還有裡面都一定會有靜音棉的設計 不錯耶 我現在換這顆皮膚料有沒有 EV也可以裝 對 全系列通用EV胎 我那個有裝隔音棉嗎 裡面沒有隔音棉 你如果要有隔音棉的馬牌的話 要e-content 內附都會有靜音棉的設計 但是比較貴啊 貴有貴的道理 凱哥講的很對 輪胎就是這樣子 一分錢一分貨 沒有那個魚跟熊掌都要取得的 對 這樣才不會叫傳播叫到傳說 哈哈哈哈 客戶的預算 客戶的需求是乘兩筆的 如果有經濟需求考量的 聽聽 凱哥他們專業做輪胎的在分享的 換東西找專業的店家 你去問了他們 他會好好給你分析你的需求 你的預算 你的用車環境 你用車的供應數等等 店家會給你推薦 馬牌的輪胎說實話 真的比較不容易歸裂 這是他的特性 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胎了滾動一萬兩萬 其實他比較不會 摔退或者說 出現漲營 以往的馬牌的詬病就是不耐磨 近幾年的產品 六代過後 耐磨度都有提升了 那抓地利不用講了 那原本就這麼好 米其林跟馬牌的話就是 星光三月一二樓的產品 頂級貨啊 大品牌啦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我來跟大家分享 馬牌不用我們廣告啦 說真的啦 我只想分享給大家說 如果我來台中 我換馬牌輪胎 我會去哪裡 答對了 喜歡吧 下方留言 謝謝 好啦那就讓你換囉 來台中 台中的陳佑汽車音響 當然它不是只有影響 它很多東西 影音的東西你想得到它都有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舉例像Golf 8都知道吧 GTI啊 Golf 2啊 像這個 車主 他這台車原廠也沒有搭Harmond Kardon 後來有的可以選配嘛對不對 有的後來有搭了 之前沒有搭會怎樣你知道嗎 就這樣 喔我已經不知道 對類似這樣 所以他有改Harmond Kardon 就是透過陳佑他們去叫原廠料件 他現在車子都放在這邊對不對 你知道他改什麼嗎 他這是沒有電動椅 還是傳統的對不對 OK 他可以接送 他只要改通風椅 也是原廠料件 Golf 8有通風椅 他這個是GTI是沒有的 他想改通風椅 對也是原廠型的喔 你有這樣子需求的 像這個出廠 沒有電動椅 沒有通風椅 又或者是沒有Harmond Kardon的 你都可以來存用 他們叫的都是原廠料件 那主要今天我們來這邊 就是我們自己的車子在 暴力壓 暴力壓 這台破車 什麼破車 你看這個門板 會聽啊 這個WRC 輕電化的 好啦那你看看裡面那個內裝啦 那機子是什麼鬼東西 我自己轉圓裝 叫你裝那個車漂亮你不要 還是回去裝車漂亮 我不要我不要 小一點點 你要來裝那個安卓機對不對 沒錯 等等再請丁丁 老闆 介紹老闆給大家認識 我們請他推薦 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嘛 我不懂 你這普通公司怎麼會懂 然後當然啦 陳佑他們這邊 一定還有像很多 Push 寶石節 寶石節像這個是改什麼 來開給大家看 這個 看就知道改音響 原廠本來就有他BOSS 車主他覺得原廠搭的BOSS 普普通通 老實際你很多你原廠出來要選配啊 有的在原廠選配 他要加車10歲啊 所以很多車主就事後再改 譬如說像很多人改那個 電機板嗎 對 喔這裡可以改啊 你看吸起來有沒有 再來就音響啦 很多原廠出來沒有選音響 一樣都是原廠型的喔 你要改BOSS的啊 改柏林之音都可以 凱燕很多改那個氣氛燈 像那個BMW啊 改很多那個發光燈 晚上開車 Bling Bling的 總之啦 陳佑他們在台中是老字號的店家了 叫的東西都是原廠型的啊 你也不用擔心 而且都是直上 我剛才問他 像這個FOCAL 我問他說原廠保持起來沒有FOCAL啊 啊這個直上 他說對也是直上 就不用去動到我們人任何的板件 他有的人開這種跑車 開這種名車 他不要被人家鑽啊 不要不要 之類的啦 好啦但是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我們要來幫那台破的暴力啊 裝影音 不然你那個車子我上次開 媽的音響都沒有 有夠破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來不是要改音響 因為要先把那一台爛主機換掉 你那個破暴力 我來介紹老闆 給大家認識 叮叮 叮叮來 陳佑的老闆 哈囉哈囉哈囉 反正你來陳佑你來台中 你要來之前或者誰會來都可以 大聲的告訴他是他目前介紹你來的 只要賢哥介紹一定沒問題 我們會好好處理的 好不好 怎麼處理 欸幫你服務好 他會拿那個大膏呢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不會 你要幹什麼 絕對是先砍腳自砍腳兩刀 改通工椅 電動椅子改啦 陳佑他們的服務可以 是是 技術你也不用擔心 沒錯 因為我們開歐洲車 或是開進口車 開豪華車 對 丁丁他們這邊真的拆裝非常多 我們真的拆蠻多的 我知道啊 從以前做業務就知道他們了 是 因為很多歐系車 他的板件很密合 我們自己是車主 我們也很擔心 把他被他拆壞啊 一定的啊 每個客人來都說 欸你們有沒有拆過 經驗超多 絕對都拆過 所以來陳佑你們放心 那今天我不是要讓你拆其他東西 是要用 今天是那台破車 後面那個 欸 那個小鴨很猛耶 小鴨 最猛小鴨耶 那個是簡配版雙門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主要他出來 沒有裝那個 車漂亮 車寶貝 車美式 所以要來裝那個安卓機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 對於安卓機也不懂 而且安卓機 其實說真的啦 現在市面上很多種 超多 我也不懂 包含我們店家有時候 自己都賣到懵逼 沒錯 消費者 你也不懂 我們怎麼選 我今天要裝什麼的 你有沒有什麼推薦 其實這樣講好了 主機這個部分 高階的也有 低階也有 其實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我們先看品牌嘛 然後再來我們是看處理速度 CPU 再來是他的工方晶片 聲音音質好不好 大致上 我們都是以這些先決條件下去挑選 好 那他如果很踢花 他想要處理速度很快 然後呢 他對音響他又有要求 有要求喔 有有沒問題 不要 不要 音響不用有要求 哈哈哈 可以一聽就好 拉丁有聽一聽就好 是不是 看他可以這麼爛 你要有什麼要求啦 OKOK 阿拉你有音質的要求 有有有 那這樣子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挑選上面 我們就當然 音質要有要求 我們就著重於工方晶片的部分 首先他的EQ調整會比較多 然後再來是音質的輸出 或者是輸出的力道 都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先以這個為要求之後 我們再去挑選 我們要的配置的晶片 晶片如果處理速度想要好一點 流暢度好一點 滑暢速度好一點的話 你就選CPU好一點的話 那這次算是比較高潛 就是去找對應的廠牌 因為其實真的太多了 那我們就以我們的需求下去挑選 就好了 但是你這邊都拿得到 各大廠牌幾乎都有跟我們陳佑做配合 可以就對了 對 然後加上我們陳佑也有自己代理我們自己的主機 各種廠牌都可以讓你挑選 讓你經濟實惠去挑到你想要的主機 挑到一台適合你 每個人的這個速度 對 要求都不一樣 不是啦 不是啦 是哪一個速度 每個人 好嚴高 預算 處理速度可能不一樣 當然這是一定的 你的需求也不一樣 來這邊的話 基本上你就問丁丁 你想找得到的 譬如說你在網路上看到的 看到的 你覺得不錯 不錯 跟大家說我要這一台 那這車子就留著給你們 好沒問題交給我 要跟大家補充的 基本上的話我們這裡 什麼東西產品我們都類型 我們都有在做 不管你是BMW 賓士 奧迪 福斯 寶石街什麼的 原廠配件 選配的 改裝件 安全配備 我們這邊都有在做升級 好啦 基本上都有了 對對對 而且他們前也都來他們這邊 我覺得其實我有時候跑店家 不是外面的店家不好 我再說一次 外面好的店家我相信還是很多 也是有 也是有 我是找我信任 再來是我習慣 我熟悉的地方 OK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今天我們就給丁丁用 好的 沒問題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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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是開VH的 在台中在中部的 可以找誰 楊村崔耶 你看他 那都VH啊 我的金龜車也來檢查啊 主要今天是我們阿比選機師這台車啦 上次有發現到他那個 久了這台車20萬了 衝動作開始在漏油了 所以只好要來找Jason 如果說你的車子現在目前 保固內在原廠用OK 那如果說你車子過了保固 你想要找外場認識的 或是熟的 他目前常常推薦楊森 為什麼 啊我都來這裡阿 專車你要找專門的Doctor 所以我說你是開什麼車子的 專門做這種車子 應該是最不錯 可以讓你少花不少冤枉錢 今天這台車再來問看看說Jason 還有檢查到什麼 因為技台來用了 來來來 這個上面你擦油還有什麼東西 看了一下有啦 有20萬的樣子啦 稍微一點點油氣 可是還有里程它是正常的 不過你看 這是我們的點火cover 這個cover看起來 需要換喔 13年的 13年18週的 這個很久了 而且這個其實也變色了 再來點火的插頭 這個因為高溫 久了 這整個都脆化掉了 這個建議更換 因為不更換的話 他可能會結束不良 然後還有漏電 然後你的點火就會出現問題 開車就會抖抖抖抖 車子就會爆震了啦 對它會抖 一槓不點火就抖抖抖抖 那它這台車這一次 除了插頭要換 它那個cover也要換嗎 建議啦 其實cover它什麼時候會壞 不一定 其他部分整齊看起來還OK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拆到東西 有看到你就聽從專業的 那每天在拆VH啊 就聽它的建議 預防 沒有錯 你看那個傳動手 來你幫我撐起來 好我們撐起來看一下傳動手 上次就是有發現 傳動手開始有在漏 那這個就要盡早處理 來你們看到這邊 這裡是個黑黑的這個油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傳動手 這個地方 它也都破了 這邊也差不多囉 這邊也有裂了 這個要更換 其實我會建議的更換點是在於說 我們的傳動手裡面會有油 它有潤滑油 就像我們的膝關節一樣 它需要潤滑 但是如果你油都甩完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做潤滑 那個關節會磨損 磨損的話在我們加速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出現抖動的狀況 現在換防塵套 但如果說一直沒有換它磨損的話 大概是三倍的價錢 這樣知道了齁 定時定期的做保養 有看到哪裡有漏 盡早發現 盡早處理 啊我們現在看到可能是防塵套 也許等一下傑森他在整修拆掉 哇完蛋了裡面有全露光了 那只能就是整組了 如果可以 你看我換防塵套就好 不可以喔 OK 車子又健健康康 而且再來你看這個提款20萬 說真的啦 算乾淨 來來來另外讓大家看一下 陽森有沒有 他們除了專做VAG嘛 之前還告訴大家這什麼 變速箱 變速箱法體 可不可以講專業一點 來這多少的 呃250 明明這個就250 這個就乾的 這個就擋的 現在最常碰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DQ500 電路板 如果回原廠那就換整個電路板 那這個的話他們這個可以整修 乾式的也可以整修 不是啊 躲在後面都我在講 哈哈哈哈 大家第一次 乾式的齁 真的修了不少啦 乾式用久了 不是說不會掛 但是呢原廠有沒有改良 我只能說還是有改良 但是你說會不會掛 還是會 我這邊補充一個東西 其實很多客人會問我們一樣的事情 他到底可以用多久 但其實我們修的量體很大 我必須說 如果你都是長程居多 跑高速居多 里程真的可以很高喔 目前這邊最高紀錄 40多萬 發體才壞 可是如果你大部分都是長時間 在市區走走停停的話 他壽命確實會短很多 只能這樣去統計而已 再來就是說還是看用車方法 你看我常常在那邊蹦蹦蹦 但是問題我開可能長途多 上去就跑快 我們的上市也是整修換油 500是比較特別 因為500都換電路板 他從NQB世代開始 DQ500真的是目前陸陸續續慢多的 但是目前都發生上500啦 反正DQ381還沒有遇到 好啦這個剛好有來這邊 也做一些分享給你們 好不好那傑森車就給你喔 拜託一下 這跟你阿弟的車 沒問題 好不好來來來來 所以我說車子如果真的你想省錢 你想要1萬保養可不可以 沒人會怪你啦 那你的車啊 金威力庫庭要拿出來的 但是呢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1萬保養換油對不對 你至少5000、6000要來店家 撐起來檢查 你盡早發現油好無壞 絕對可以省你的荷包啦 那另外今天剛好來做維修 太換保養了以後對不對 避震器也久了啦 避震開始有在剩油了 就直接就要來換那個 BC的避震器了 這個BR就是比我之前換金龜車 再粗一點啦 等級高一點啦 當然你現在20萬的啊 你有可能換原廠的嗎 不用吧 你換這個 又可以調到最舒服 又可以把高度調到最適中 外在 跑在路上 好看 好啦那今天這樣就讓他們換啦 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開VH的 福斯、Aldi、Skoda 基本上他們這邊很專業 好啦 那今天這影片大概就這樣子了 未來如果大家喜歡我走這樣的方式 他們以前用車子 我會去哪用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北高我們慢慢有在合作 有在接洽的 店家不錯 我也會去做這個動作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這樣子了 喜歡我們的 好不好 記得持續關注我們 然後記得 自由人購物網也要把它追蹤起來 未來跟店家合作 跟網紅合作啦 甚至跟藝人合作 都會在自由人購物網 那以上今天這支影片 有換輪胎的 廣民輪胎 有做版考的 同穿 這是可以信任的 換影音的有沒有 可以到台中神佑 VAG的 可以啦 養生 會信任的啦 他們以前說的不會呼喊你 好不好 喜歡的可以下方留言OK嗎 下次見再見 剛才推薦洗車好物 Uptishide 石墨溪車漆為無記 哇這個廣壽好評啦 取代傳統打蠟 不用洗車洗得這麼辛苦啦 你洗完車以後 車子濕濕的沒關係 把石墨溪噴在布上面 當作縮水慢慢擦 擦乾了以後 你會發現車子 滑溜滑溜的地方 板件也比較光亮 脫水性也會變好 比較不沾那個髒東西 購買請客 自由人光亮 憲政加入自由人 立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理 喜歡嗎 下方有連結